美国加州有只中猫狠狠撞飞恶狗 从狗嘴里救了小主人 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下来 这只超人猫的疫情 短短一天就吸引500多万人点阅 从前大家都说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它会登山搜救 会倒忙 甚至还可以打击犯罪 不过现在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换猫做做看了 再看一次这只影片 男孩老爸是个非常赞的剪接师 监视器画面剪一剪就变微电影 可以看到黄狗鬼鬼祟祟绕过车 猛然咬住男孩的脚 把他拖下车 然后超人猫跑来撞飞黄狗 一般来说猫的白米短跑速度 没这么快 这只中猫Tara速度直逼法拉利 男孩妈妈最后跑来扶起小男孩 小男孩除了皮肉伤 需要缝几针之外 并无大碍 这只黄狗因为太凶恶 已经被抓到动物保护所管束 而这只影片也让猫咪Tara 变成猫中英雄 整个世界都在为他欢呼 是谁